中共策劃在台绑架异议人士 自由亚洲漫画家险遭难 美再出重拳大幅增加7类产品关税 中共跳脚变砸脚 变异株KPDR广东大蔓延 中共无两个业才承认 公民记者张展应行满出狱 去向不明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化名为Eric的前中共公安部政治安全保卫局的特工 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节目中 罕见披露了中共诱骗海外艺人士回国的惊人细节 与众不同的是 绑架地点竟然设在台湾 而自由亚洲电台漫画家也差点中圈套 Eric说自己在2023年初向澳洲投诚前 已经在中共公安部一局当了15年的特工 平时主要是渗透和追踪那些海外的艺人士 Eric曾渗透西藏流亡政府的相关活动 也曾针对多个流亡到海外的中国艺人士进行活动 这其中就包括从2017年流亡到美国后 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的漫画家变态辣椒 他的真名叫王立明 Eric说中共会指示特工 策划把那些艺人士诱骗到东南亚 因为中共的海外公安在那里行动更自由 能用非法手段把艺人士带回中国 他透露2017年 王立明收到东南亚的工作面试的邀请 其实是一个陷阱 如果王立明去面试 就会被强行押回中国 中共公安部曾打算利用一家 位于柬埔寨的中资集团 太子集团来进行这场骗局 而王立明本人也向自由亚洲电台回忆了 得到太子集团面试邀请的经过 2016年11月 居住在日本的王立明 突然收到一份推特上的消息 一个叫小杨的人 说自己是王立明的粉丝 还通过电子邮件 和他建立了长期联系 其实这个小杨就是Eric 小杨说自己是太子房地产集团的规划主管 常向王寻求该公司的产品设计上的帮助 时间长了 小杨干脆就推荐王立明 带任太子集团 所谓的全球创业总监 还怂恿王向太子集团 人力资源经理提交申请 该经理也立即用太子集团的官方电子邮件 邀请王立明到柬埔寨进行面试 王立明后来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 拒绝了这次面试 但中共方面仍不死心 太子集团要请他提供道嘎集团 位于台湾办公室面试的机会 因为地点在台湾 王立明心动了 想去面试 结果因为太太的强烈反对而没能成行 一直被盲在鼓里的王立明 现在才知道真相 他稀有余悸地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我非常震惊 很害怕 如果我真的去了面试 现在大概也不会在这里了 我都不知道我还在不在 而澳洲ABC也在节目中特意安排了艾瑞克和王立明进行通话 艾瑞克告诉王立明 他们当时非常有把握能把他骗到台湾 因为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太子集团深度参与了这个事 他们也很有把握把他从台湾绑架到公海 有专家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东南亚一直是中共在海外实施绑架的重点发展地区 但中共打算在台湾绑架一名异议人士 却是史无前例的 旅营的香港活动人士郑文杰说 中共的秘密警察单位还敢在台湾实施这种跨境的执法行动 令人不寒而栗 通过这些小的案例告诉我们 永远都不要低估中共对外集权扩张的野心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 5月14号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大幅提高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 其中包括中国电动车和电脑经验等 而中共即使是一番跳脚也是无稽于事 有分析认为 中共靠廉价商品倾销引发贸易债升级 最终给自己造成了困难 白宫在声明中说 拜登将维持前任总统川普实施的关税 并且加大其他关税的力度 而且强调称中共的不公平做法 对美国的经济安全已经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 白宫指出 美国政府的这项新措施 对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产生了影响 这涉及到中国的七类大产品 包括钢铁和铝 半导体 电池 太阳能电池 关键矿物 软起重机 以及医疗产品 美国之所以下决心出重手 也是中共自己招来的 因为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 美国在去年 从中国进口 4,270亿美元的商品 但是 只向中国出口了 价值1,480亿美元的商品 而更为严重的是 美中两国的这项贸易逆差 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并在华盛顿 成为越来越敏感的话题 尽管面临着来自中共方面的抗议 但拜登仍在今年 根据1974年贸易法 第301条 把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 从25%提高到了100% 从而使的总关税 达到102.5% 那今年来说 某些钢铁和铝制品的关税 从0%到7.5%上涨到了25% 锂离子电动车电池的关税 从7.5%调到25% 太阳能电池的关税 将从25%升为50% 注射器和针头的关税 将从0涨到50% 川起重机的关税 也将从0提高到25% 而且 也有很多美国立法者 都在呼吁 要大幅提高 对中国汽车征收的关税 三月银行委员会主席 谢罗德·布朗 则明确表示 希望拜登政府 能够彻底禁止 进口来自中国的电动车 免得他们 对美国人的个人资料造成风险 一边是美国朝野 对中共的廉价倾销 造成的威胁十分警惕 一边也是对中共 持续地自顾自地 继续大量生产廉价商品 而感到愤怒 白宫国家经济顾问 拉尔布雷纳德表示 尽管中国的产能过剩 但因不公平的做法 而导致低价出口的商品 涌进了全球市场 但中共仍继续投资 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 来推动自身经济的增长 5月13日 美国财长耶伦告诉媒体 我们确实认为 竞争环境应该公平 而中共却从事 巨额补贴等不公平的行为 特别关注清洁能源 半导体 以及中共通过其政策 大力鼓励投资 而导致产能过剩的领域 并且期望中共 不会做出重大的反应 虽然耶伦说的算比较客气了 但中共面对美国政府 寄出的一系列重拳 自然又不免跳脚 5月13日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宣称 美国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 产能过剩 和所谓的国家安全担忧的夸大 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 14日 中共商务部表示 中方对美国的这一举动 是坚决反对 必严正交涉 而中国央视和人民日报 也纷纷表达不满 虽然中共一肚子不高兴 但美国此前 一直在发出警告 其中共通过以电动汽车 锂电池 和太阳能光板 为代表的新三样 正在以廉价的方式 轻销到全世界 这一给全球的经济造成了冲击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指出 欧美非常担心 这种巨额的贸易顺差 会导致他们国内经济的 对外依存度和失业率增加 尤其今年 中国的出口产品 已对传统的汽车制造大国 欧美 日本 形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 这是客观原因 台湾总体经济学者吴嘉龙 也告诉大纪元 中共首先要证明自己 是不是在公平竞争 所以中国企业 包括技术取得和银行贷款取得 政府财出优惠的这些补贴 中共首先要能符合公平 和自由贸易的规则 否则你的商品价格便宜 当然会冲击到别人 吴嘉龙说 用便宜的产品对外倾销 会引来贸易摩擦 然后是保护主义抬头 从而引发贸易战升级 最后自己就会遭遇这些困难的 看来这次中共 是被美国精准地打中了七寸 真的是扒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了 虽然中国一直隐瞒 新冠疫情的真实情况 但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株 KPDR已在多国蔓延 中共眼看着捂不住了才承认 广东在两个月前就出现了该病毒株了 多数民众也表示 中共隐瞒疫情 导致很多人即使测出了新冠病毒 医生已按感冒治疗 结果死了好多人 目前新冠病毒的变异株 KPDR正在全世界多国蔓延 据悉KPDR是奥米克戎 GN.1变异株的第三代亚分支 有很强的传染性 今年1月2日在印度首次被监测到 今年5月初 世界卫生组织把KPDR亚变种 列为监测中变异株 从今年1月以来 KPDR在全球流行毒株中占比 从1月上旬的0.16% 增长为5月上旬的14%左右 有部分国家的KPDR亚分支 流行程度相对来说较高 占比竟然高达10%到30% 而且该病毒也扩散到了中国 中共眼看着瞒不住了 不得不吐出一点实话 5月14日中共国家疾控局发消息表示 今年3月11日 首次从广东本土病例中 监测到了KPDR变异株 而且截至到5月12日 总共监测到了25条KPDR系列 但中共没有细语 是普天下皆知的 因中共此前一直掩盖疫情的真相 所以可以推测出 实际上一级感染KPDR变异株的 中国患者可能会更多 现在就连撒谎成性的 中共官方都罕见承认了 KPDR变异株在中国大陆流行了 这着实让中国民众感到忧心 而且不少人都反映说 疫情并没有消失 就在今年五一假期期间 中国多地民众都披露说 当地医院的门诊已是人满为患 而且去世的人明显增多 一些殡仪馆已经开始加班运作了 北京市民王先生说 医院床胃紧张呀 都在过道里睡 现在呼吸道系统和脑续管病 这些多一点 安徽民众陆先生说 这个疫情全国都很厉害 大楼医院总是人满为患 好多人都猝死了 跟疫苗有关系吧 5月13日黑龙江哈尔滨方正县村民 严先生向大纪元披露 当地疫情很严重 他身边有很多人都出现反复发烧感冒的症状 和新冠很像 而且经常有人会不明原因的猝死 他们还都是平时身体很好的人 严先生说 身边已经死了四五十个人 这会儿经常有人走了死了 今年走了二十多个 都是五十来岁的中年人 我们这里是山区 大部分是土葬 到处是心坟 在严酷的疫情面前 中共却一直对民众隐瞒真相 在生死大事上欺骗民众 福建民众林先生说 当地患脑梗和心梗的人比较多 他们几乎都是三十多岁到四十岁左右的壮年人 现在当局隐瞒不报 我们也不能随便说 这个病上面不让提 而贵州民众杨先生也披露说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 自己身边已经有很多人反复感染 但医院不给检测 自己在家测出了是新冠了 可医生还是当感冒治疗 这导致了很多老人过世 他说六七十岁猝死的特别多 曾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真相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 被中共当局以徐进滋事罪判刑四年 5月13日是他获释的日子 外界担心他出狱后可能会继续遭到当局软禁和监控 而目前张展下落不明 5月12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 张展将在5月13日刑满获释 众多网友关注 他是否能按时出狱并且获释 5月8日 上海居民沈彦秋 给张展母亲发信息 提要陪他一块去接张展出狱 然而沈彦秋在第二天 就遭到上海古堡警察的警告 叫他不要去女子监狱 随后的两天 沈彦秋有两次都被警察请去喝茶 他的住所楼下也有人蹲守 还声称要直接把他带走 沈彦秋也告诉BBC说 约谈他的人声称张展目前已经出狱了 但自己无法联系上张展的家人 不能确认张展是否已经回家了 张展关注组发起人 目前人在英国的王健鸿称 他们也没办法联系到张展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 张展母亲恐遭到中共官方的施压 他在电话中谈及张展出狱时 没有流露出喜悦之情 反而略显慌张 他还委婉表示 不一定能去接女儿 并且要求记者 最近最好不要打电话给他 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告诉路透社记者说 他没有关于此事的相关信息 致力维护全球记者权益的无国界记者组织 驻台北倡议专员白尔兰向美国之音表示 根据过去观察经验 被中共关押的记者或新闻自由捍卫者出狱以后 多数人仍被当局没收护照 限制出境或是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甚至再次被拘留的人 也是带有人在的 他表示 无国界记者组织担心 张展获失以后 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可能持续被监视 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 据BBC报道 在2023年6月 张展曾被提名为 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他也曾因声援 香港反逃犯条例而遭到拘捕 他也是在狱中绝食抗议 张展曾经直言 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无法后退 因为这个国家不能后退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